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10月20号晚上的凌晨三点来给大家播报周二你所睡觉知道的五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也是我上一个视频中刚说到的这个 南希贝勒西跟鲁姆星达成了一个初步协议 减少了减免包裹 也就是说从2.2万亿减少了一部分 缩小了部分的差价 周一的市场暴跌 然后他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呢 周二现在隔夜期只是上涨的哈 看到第二条消息 Netflix Lockheed Martin还有Snapchat等等是将于在周二发布广发布财报 Netflix宝洁还有Lockheed Martin TXN德州仪器 德州仪器呢也属于这个特斯拉的概念股 因为德州在建厂用了很多他的仪器啊 菲利普莫里斯国际 旅行者TRV Snapchat 还有这个ACI AeroBot AeroBot我是持有的啊 我一会儿还会给大家说为什么我吃AeroBot 来看到第三啊 英特能将以90亿的美元价格出售NAND储存系芯片业务 就是内存啊 以90亿这个价格呢卖给了韩国的SK HYNIX 为什么呢 因为闪吞这个下跌英特一直考虑退出该业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们看到IBM刚刚发布的财报啊 IBM收入连续第三个季度下滑下滑啊 我们具体就不看他怎么下滑了 第三个是重点重中之重的消息 Mondana的同时也是表示可以在12月呢让FDA这个紧急批准这个紧急使用这个疫苗啊 CEO的斯特凡纳班斯说美国政府可以授权应急使用该公司的实验COVID-19疫苗 在12月如果Mondana从一个大型临床实验中得到了积极月中的业绩 也就是说你证明有效 那你就可以在12月的时候申请 众所周知这个Mondana呢 还有这个PFE也是在这个在生产在制作 唯独那个Ely Lilly 还有这个Ely Lilly BNTX还有 还有一个是哪里 Johnson 这三个呢是Johnson Ely Lilly呢是宣布这个停止 就明显的是耍川普嘛 我是与一个我不懂美国法律的这个基础来讲 就从一个政治的斗争来讲的话 你为什么拿了政府的钱 然后突然拿一个东西马上要临进大选了 那里面又是一个非常接近 能拿到临床实验的这个他就说不行我现在暂停啊 PFE呢还有Mondana的都说我们快要可以了啊 现在是一个新的希望啊 现在度大家平安吧 这个这条新闻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